郑南榮 郑南榮 郑南榮一輩子沒有享受到長生 他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最危險的地線的時候 他在那邊衝 被打砲頭也是在那個地方 但是享受成果的時候他都不在 同溫層以內的人 可能會知道這個人 同溫層以外的人可能 連郑南榮這個名字 都覺得好像只是一個似曾相識的名字 很希望對鄭南榮的介紹 可以走出這個紀念館 每一代的台灣人 他都可能看起來很平凡 可是他其實對自由 對民主是一直有一些渴求 那透過南榮 透過南榮他辦的雜誌 透過他號召的行動 真的翻轉了台灣 成就了一個台灣今天的民主跟自由 這次的展覽內容 主要是會有 插畫作品 插畫作品是邀請插畫家 用比較藝術詮釋的方式 去畫出鄭南榮 從年少時期到青年 到創業到後面辦運動的 四個面向 就是當時的文物 可能是他的畢業證書 或者是他在創業時期的一些手稿 等等的 那就可以從各個時期去認識鄭南榮 歷史如果不去訴說 他其實隨著時間他就會慢慢被消滅 如果我們不知道自由民族怎麼來的 就不知道自由民族怎麼去 可以想像過去 南榮辦雜誌 他是一個全國性的同路 全國到處等他的經銷商 在2022年代的我們 就是有點尋著南榮的腳步走出去 然後去認識更多台灣人 中文字幕志愿